206的題目我這邊已經把它解出來在這裡 那裡面的話當然就是會有總共會有四個檔案 那我把這四個檔案怎麼樣呢 把它拖拉到Photoshop裡面 OK把它開起來 基本上這個 那首先各位可以看到TIP檔 這邊有個TIP檔 做出來就像這樣子 裡面有哪一些重點各位要特別注意 一 就是這個蝴蝶 這個蝴蝶 二的話是背景圖 然後這邊有一個蝴蝶 有蝴蝶兩個字 那首先的話按部就班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大家多這一題相對的是 這所有的題目裡面應該算最難的 比起前面的還要更難許多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請各位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影像大小425283 OK然後底色為白色 純的檔名叫206 就是不要跳這個名稱把它改一下 改成206好了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425283 那怎麼去建一個新的檔案呢 這邊有個檔案新檔案 這個前面好像在 那個宋春那一題也有 改一下206 然後呢 它的那個大小 記得把它改成像素 在那個102的時候 我們也做過 特別注意喔 這邊改一下 然後 2 425 425 OK好 425 然後呢 283 OK 283 好 那記得喔 色彩模式 請各位注意一下 RGB 就是彩色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有同學 做出來變成灰階的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不用改 預設就是RGB 把它用RGB 底色 預設就白色 所以不用改 基本上大概就是 檔案新增一個檔案 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這邊記得一定要改成Pixel 不要用公分 如果用公分的話呢 做出來那個檔案非常的大 OK特別注意 所以之前也有同學遇到這樣的 錯誤 好那首先第1個先把那個 新的檔案開起來 那第2個是什麼呢 它是說呢 在這個檔案上面新增一個圖層 那這個圖層的話呢 填入那個什麼呢 填入這個 RGB這邊有一些相關的效果 然後呢 並且運用什麼呢 遮瑟片 然後做出放射狀漸層 營造出那個什麼呢 有光源 照射的效果 所謂光源照射效果 各位可以看到 完成檔裡面 它這邊有感覺有那種 從那個什麼呢 有點像光 從這個角度 打 打上去 所以會有一個 很像是 有打光的那個效果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第1個 我們要 把剛剛建的這個檔案 先新增一個圖層 那怎麼新增圖層 特別注意喔 請你看一下 新增圖層的位置 一定是在 這個 右下角的 第2個按鈕 應該是 左邊算外 第2個 這個是 刪除圖 新增圖層 這邊是新增圖層 所以你按一下 建立一個新的圖層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建立一個 新的圖層 特別說 1新增一個圖層 那第2的話 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做一個 就是 新增一個什麼呢 遮瑟片 特別注意喔 這個遮瑟片 前面沒講過 不過這個遮瑟片 很有趣 就是說呢 將來如果說 你要把 某 部分的光源 遮住的話 也可以用遮瑟片 讓它營造出 好像有點那個 打光的效果 那類似有點像 你戴了一個 太陽眼鏡嘛 不過那個 太陽眼鏡 可以漸層的 可能上面是 可以遮 下面遮的比較少 那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 色片你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原來這個圖層上面呢 如果說我要加上一個 所謂的 題目裡面提到 就是所謂的 放射 放射性漸層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這邊的話 它說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填入這個色彩 填入這個色彩 所以 我們在剛剛這個圖層上面 請特別注意 上面有一個顏色 那請你把這個顏色的話 改成什麼 改成 14 42 77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14 然後 42 77 OK 因為現在年紀大了 有時候 馬上要記得 搞不好有點問題 原來 前 OK 好 那這邊的話 當然 我們加了這個 遮色片之後 再來就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漸層 不過漸層前面用過 他之前我們是用 單個方向的 這個所謂的 線性的漸層 那這個題目要我們做什麼 放射性漸層 那你把它點擊之後的話 接下來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這個漸層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這個遮色片上面 所以呢 點擊遮色片的時候 請你從什麼 左上到右下 還是右上到 我試一下 左上到右下 拉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有一個遮色片 應該 我記得 再拉多一點點 那 有點像是 將來如果說你這個圖 放過來說 它會 遮到哪個部分 就是遮的部分的話 左上遮的比較多 右下遮的比較少 有點像那個 漸層式的太陽眼鏡 那怎麼做 我想 你可以 最後如果說你要確定 效果有沒有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先把 一個背景圖先加過來吧 像這個是背景圖 你可以把這個背景圖 把它怎麼樣 Ctrl A C C 之後 就是把它選起來 Ctrl A 是全選 C 是複製 然後怎麼樣 貼到這個上面 Ctrl V貼上 不過貼上之後你會發現 請你把它放在這個圖層的下面 那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說你希望呢 它的效果能夠出現的話 那 放這個 這個把它關掉一下 有沒有發現 記得是放下面 遮色片的效果在下面 那你會發現 如果說 我有遮色片的效果 有沒有發現 這邊好像有被遮到的感覺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放 那就是有一個遮色片 這邊有遮到 那這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 漸層比較沒有遮到 所以變比較少 那你會 我把這個眼睛再閉 閉牆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 這邊是有遮到 這邊是沒遮到 OK 所以請各位 稍微先 試一下 那重點 第一個先開個新的檔案 然後呢 記得 開 新的圖層 題目裡面提到 新圖層在這裡 遮色片在這裡 然後呢 漸層的那個 效果 記得是放射狀的漸層 拖拉 特別重要 左上到右下 拖拉一下 畫面先黃 各位要試一下 好那我們完成到這邊 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就把剛剛的背景圖 那背景圖是這一張有沒有 把它複製過去 複製過去呢 有幾個方法 Ctrl A C 或者是怎麼樣 你也可以 第二個方法 按右鍵 複製圖 可不可以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 206 這一招也可以啦 一招是全選 貼過去 一招是把 這個圖層 搬過去 兩個方法都可以 看你比較習慣哪一個 那因為我習慣 Ctrl A C 因為比較像 我們在處理 Word 都是Ctrl A C 所以 比較可以不用 記太多 OK 那就看你的習慣啦 那這一招 可不可以按確定 好 過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206裡面有沒有 有這張圖 你會發現 基本上有遮射片跟沒遮射片的效果 應該看得出來吧 OK 所以類似像這樣 如果你看 它有被遮到的部分 那恭喜你表示OK了 沒有問題 是有被遮住的 那題目裡面的 不是只有這麼單純 它是說什麼 題目裡面的那個 是要我們做什麼呢 它是用我們做 就是開啟這一張 然後將其 影像 置入 剛剛那一張 就206 但是要設定幾個 就是說 設定那個什麼 圖層 混合模式 的綠色效果 OK 所以第一個 這要做 第二個的話 不透明度是50 這做第一個 第二個是 再複製一個圖層 就是剛剛那個背景 那個背景 再過去一張 也是在設定什麼呢 色彩真實 所以這個是色彩真實 不透明度呢 是80 所以其實要做兩個塗層 這兩個塗層 就剛剛那個塗層 做兩次的一次 那第一個是要綠色的效果 不透明度50 那怎麼做 把它丟過來之後呢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塗層它會過來 它叫塗層2 上面的話呢 會有個所謂的塗層混合模式 那你如果點擊上面這個 這個正常有沒有 點下去 各位找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綠 綠過綠的綠 綠色 綠色有沒有 這邊有對不對 找到了 OK 這個就是他要的 塗層混合模式 好 就這一次像這樣 那不透明度呢 50 剛好他就是 預設就50 所以不用去修改 那我們就完成 他剛剛講的第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呢 請你再切回到 剛剛這張圖 做什麼呢 再複製一次 複製塗層好了 我們用這個複製塗 把它複製過來 那這個複製過去 他名稱 自動會加 題目裡面沒有說要叫什麼名稱 所以我們乾脆 反正123 這比較簡單 按確定 那過來的話呢 又一個圖層了 圖層3 這個圖層要做什麼呢 要做 題目裡面有提到 叫什麼呢 叫再複製一個 圖層 圖層混合模式 色違什麼呢 色彩 色彩 增值 所以你找一下色彩增值 然後呢 不透明度80 OK 所以其實就是剛剛的動作 所以你再找一下 有沒有叫色彩增值的 點一下 色彩增值 有沒有 在哪裡呢 往向 色彩增值 在這裡 有沒有 OK 找到時候點擊它就可以了 色彩增值 剛剛是綠色 在這裡往上一點點 色彩增值 然後呢 這邊改為80 所以本來50 改成80 好完成 那這樣看起來 就會比較像 有沒有 我們完成檔 背後那張圖了 所以它背後那張圖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至於說 你要做到100% 接近那最好 可是 接近就好了 大概照我這個方式做 好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題目的要求 第2題就OK了 所以1 完成 這個放射 比較可能難的地方在這邊 要找一下 然後這個綠色跟色彩增值 再來的話呢 第3 第3要做什麼呢 第3其實 它是要開啟那一張 這個是 那個 蝴蝶的 不過蝴蝶 比較麻煩一點 前面的那個 去背都比較簡單 為什麼 前面一項鴨子最好去背 為什麼 因為它單一個背景 可是蝴蝶 很麻煩 它怎麼樣呢 它要你去背喔 而且 去完背之後呢 還要再做底下的動作 那我們先去背好了 那怎麼去背 請你切到這一張 PSD02.JPG這一張 那怎麼去背 第一個你要把這個框框選起來 虛虛也要選起來 虛虛最難選 為什麼 因為虛虛那個 光要選 你不能用那個快速選舉工具 那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必須用 也不能用磁吸工具 你只能用那個 套索慢慢慢慢點 繞一圈 虛虛才會選得到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選舉 就必須要非常的仔細 不然選出來 的那個邊緣 會很像狗啃的 那一看就知道 實在選得不好 所以將來你們的那個 分數 我會先看一下 你這個 選得好不好 如果你選的實在是 太差了 這個馬上就先扣分了 所以 那怎麼樣選會比較快 我們前面講過 我先把這個範圍先取消好了 我剛剛已經 稍微再把它選一下 那我們前面講過 最快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 快速選舉 不外乎 像水管 水管就是 快速選舉幾次 然後再反轉一下 那另外呢 那個 鴨子背景都一樣 用磨樹棒最快 因為單一顏色 磨樹棒最快 但是 不一定單一顏色 可是 接近顏色 用快速 會比較快 快速選舉工具比較快 可是如果完全 不一樣的話 哪一個最快 這兩個可以用 可以用 但是非常難用 為什麼 你可以選選看 不用你選了 你會發現 點 點來點去 而且 很容易 跑進去了 這個你看 實在是不太理想 是可以 但是 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 他在修改的地方 太多了 好這個失敗 把它取消 那更不要說什麼 磨樹棒 磨樹棒點下去 不關他加模 增加模式 你會發現 那這更 慘不忍睹 完全不能用 可以選 但是他只會選 顏色接近的地方 所以這個招也不行 取消選舉 所以這一題 我是建議 你要用什麼 套索工具 不過套索工具有一個缺點 他必須要慢慢點 那你要把它點繞一圈 哇 可能點到下課 你可能還沒有全部選完 而且你還不能停下來 不能做錯 做錯的話 你要從哪一次 再繞一圈 所以這邊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什麼呢 磁性的 但是虛虛的部分 不能用磁性的 其他地方 可以用磁性看看 那磁性的做法 我試一試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你可以這樣子 先從 這個頭開始 從這邊 從他的 翅膀開始 但是他的做法這樣 你可以讓他追蹤 到某個地方先點他一下 表示這根先停一下 再往前點一下 再轉折的地方點一下 就是還是要點 可是你可能需要點的地方 跟套索工具比起來 會少很多 他會自動幫你去找到那個邊緣 有沒有 稍微快一點點 不過你如果說要加快一點點 像有些地方 比較複雜的邊緣 恐怕還是必須要 再慢一點點 不然的話 有些地方可能會選的 不是那麼的好 好像這邊就不是很好 所以 這個地方放慢一點點 慢慢點 因為上課的關係 我可能再加快一點點 所以 有些可能沒有那麼完美 但因為 顧及到時間的關係 然後 這邊再把它 繞過來 繞過來 OK 快要 快要到達目的地了 OK 就是這樣 應該可以理解 我現在在做什麼 反正邊緣 大概 接近就可以了 你也 盡可能 當然 選得越好 越OK 可是你跨到接近 最後呢 如果說你 回到遠點 對不對 快點兩下 左鍵 表示你結束了這個選取區域 OK 但是有可能一種狀況 你跨到最最終的目的地的時候 發現什麼狀況呢 不小心 這個地方跑到這邊來了 這時候怎麼辦 特別是呀 你不要按Escape ESC 如果你按ESC 怎麼樣 就是 全部不見了 全部不見意思就是說 再來一次吧 OK 所以你要選得好 還真的是不容易 我剛剛練這個 我練了很多次 終於才感覺 有點比較 自己看了覺得 還OK的狀況 要練很久了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今天 最後快結束的時候 多選了其他怎麼辦 這時候不要按 ESC Escape 它會全部結束 你要記得一個按鍵 叫back B 有沒有back space 有沒有 倒車的那個 你就按它一下 它會怎麼樣呢 幫你back回去 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把它back 它有沒有這個點會出現 表示說你可以從這邊又重來了 OK 如果你選錯了 記得要記得那個back鍵 back space鍵還蠻好用的 它可以讓你回頭 不然的話你又要再 來一次 恐怕太麻煩了 所以記得back鍵 back space back space 然後先把這個頭先選起來 back space OK 最後結束的話 快點兩下 OK 那就把這個整個選起來 特別說快點兩下 那因為我剛剛快點的變三下 怎麼辦呢 我看一下坎錯 auto 是以後會還原 還好 OK 因為 快點兩下是結束 再多點一下就取消 所以特別是 那如果說你被取消沒關係 記得 復原有沒有 復原就是 Ctrl Auto Alt 加個Z就好了 這些都是技巧 不然的話 你將來我們期末考試有時間限制 不是給你慢慢在那邊 就是你還是除了要 做得出來之外 動作也要快 那你的做 就是你的成 就是期末考的成績 跟你腳交作業的 腳交出來的 那個時間是成 反比的 越快腳交 成績越好 所以我希望做出 就是你們 動作又快又正確 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這個可能要練 可能每天都要練了 練到 如果我純青 一做下來馬上圖就出來了 這最棒 老闆最喜歡這種 效率 真的太高了 好 那最後虛虛怎麼辦 特別說虛虛只能用 你用磁性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只能用套鎖 那套鎖請你按 Ctrl加 稍微把它放大一點點 你沒放大的話 看不太出來 因為這圖解析度比較差 所以我們用 套鎖 那怎麼再把它加進來 記得 再增加 增加選舉範圍 增加 記得 改這個 從 從 裡面有沒有 把它繞進 繞好 特別說這個時候 手不能抖 就是 循著這個 曲鬚的邊邊 有沒有 把它這樣子這樣子 這樣繞一圈 只是大概 因為 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 而且 最好是 在做的時候 不要講話 因為我沒有辦法 OK 我還一邊 一邊選一邊講話 這實在有點難 因為這個時候是非常要專注的 OK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所以要從裡面 往外面把它 旋旋旋 旋 而且 不能 不能有一點點的loss 不然又要重來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做那個 設計工作的人 每天可能要盯著螢幕很久 眼睛的度數可能會增加 但是也是樂趣所在 好 這邊繞回來 好了 鬚鬚繞出來了 再把它怎麼樣 Ctrl- 好 蝴蝶選好了 再來怎麼樣 Ctrl-C Ctrl-V 就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了 好 蝴蝶過來了 OK 有勾肯的感覺嗎 沒有 OK 就是要這樣 我沒有太多時間 我只能簡單的demo一下 好 這個最後 你們的成績好壞 跟那個 邊緣修的好不好 也有關 有點關係 來 畫面先黃桿給我一下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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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